行万里路 还得读万卷书 大家好 我是Rex 这里是阎读 我们继续来读莎士比亚的戏剧 这次咱们读《威尼斯商人》 依然是贴上我最近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音频讲解版里边 这本书就是《威尼斯商人》这部戏前面的导读的音频片段 闲言少叙 咱们直入正题 大家好 我是崔岩 网上有个名字叫做轩辕十四Rex 很高兴跟大家聊一聊莎士比亚的可以说是最有名的一部喜剧作品《威尼斯商人》 莎士比亚我们都不陌生 这是英国最著名的戏剧大师 也是世界级的大文豪 他生活在距离我们现在四五百年的伊丽莎白时代 这是从英国时的角度来说的 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在位的时代 从欧洲史或者说世界史的角度来说 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大师 文艺复兴是当时席卷欧洲的一个潮流 他们打着复兴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的这样一个旗号 实际上是在创造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文化 那么这一运动在英国的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莎士比亚 一提起莎士比亚 我往往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哈姆莱特 要不就是罗密欧与朱利叶 再要不就是所谓的四大悲剧和四大喜剧 四大悲剧一般没什么争议 哈姆莱特 奥塞罗 里尔王 还有麦克白 实际上莎士比亚最好 最成熟 获得的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 是他的悲剧作品 他的悲剧一般都创作于他创作生涯的中后期 所以笔法 创作技巧都非常的成熟 思想内涵也非常的深刻 所以研究这方面的人也非常多 但并不是说他早期的作品就不好 他早期主要写的是历史剧和喜剧 这跟悲剧就不是一个类型 他的喜剧也非常受欢迎 当时演出的时候票房也非常好 但是喜剧这个东西跟悲剧就很不一样 这喜剧 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喜剧 有那么几个特点 一个是他更注重情节 而不是塑造人物 你比方说刚才咱们说四大悲剧 那剧名就是人名 人名就是主人公的名字 而整个一出悲剧 讲的就是主人公他的故事 主要是在讲他面对命运的重压之下 他的一个抗争 他的一个挣扎 他的一个纠结反映了这样的 只不过莎士比亚的悲剧 跟古典的那种古希腊的古罗马 那种传统的悲剧还不太一样 就是古希腊古罗马那种悲剧 这是来自神的力量 是命运只是不可逃脱的这样的一个摆布 但是莎士比亚的这些悲剧 你可以看到里边的这些命运 都是他们自己性格的缺陷造成的 人性的弱点造成的 还有很复杂的这些关系 所以他对人性的拷问 对人性的剖析来的更加的深刻 所以给人的感觉也很不一样 但是喜剧就不一样了 喜剧刚说了 主要是通过情节取胜 就通过什么阴差阳错 什么巧合 什么误会 什么你认错人了 或怎么样的 通过这些手段 来达到某种戏剧效果 让大家哈哈一乐 让大家觉得开心 就是这样的一种戏 倒不是说这里边 就完全不塑造人物 这里边很多人物形象 也是非常能够渗入人心的 比如说温宜斯商人里边 夏洛克 吝啬鬼这个形象 也是非常著名的文学形象 悦然至上 悦然舞台至上 就这么一个形象 但是这戏的主角并不是他 这戏里边也不是重点在 就塑造出来这么一个人物 就是他的故事 不是这样 跟那个悲剧 就完全不是一种类型 那么莎士比亚的喜剧 还有别的特点 比如说 通常莎士比亚的喜剧里边 往往会有这么一段 就是年轻的恋人 克服重重阻挠 然后终于能够在一起 这样一个故事 一般这种阻力 都来自于他们的长辈 这个温宜斯商人里边 这就有 夏洛克 他的女儿 这个杰西卡 和他的爱人 这个洛兰佐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对 因为夏洛克 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他们俩就私奔 后来他们就 克服了重重阻碍 这个阻碍就来自于 他的父亲 和来自于他们 世俗上的那种眼光 这个活头咱们会说 然后他们终成眷属了 这就是莎士比亚的喜剧里边 经常会有的一个套路 有的喜剧里边 这就是主题 有的里边 这就是一条副线 像在温宜斯商人里面 这就是一条副线 还有 还有就是 简单来说 就叫破镜重圆 啥意思呢 就是你在戏的开头 可能会有恋人也好 家人也好 这样的一个分离 而到了这出戏结尾的时候 一定是让这个家庭也好 情侣也好 能够破镜重圆 最后一定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所以一般我们 其实看喜剧 看得很放心 我们知道中间 再怎么艰难险阻 再怎么折腾 最后总会给你一个 大团圆的结局 这就是戏剧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里边 往往会有欺骗 尤其是在恋人之间 在朋友之间的这种欺骗 这构成了这个戏剧 这个情节当中的一些 推动性的力量 我们前面说的 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 你说误会也好 说阴差阳错也好 说巧合也好 很多这些情节设置的原动力 就是欺骗 这个欺骗不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我们观众能够眼见着 这个剧中人的这个骗局 在一步一步被揭穿 这也是喜剧里边的一个构成元素 所以你看沙士比亚的喜剧 这个风格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说到沙士比亚的喜剧 咱们前面已经说了 就是号称四大喜剧 整什么都喜欢 整四大 有四大悲剧 就一定要有四大喜剧 但是四大喜剧 并不像四大悲剧那样 毫无争议 四大喜剧 我们通常认为是 威尼斯商人 仲夏夜之梦 积大欢喜 还有第十二夜 有的人说 就不要这个积大欢喜 说应该是无事生非 所以这个怎么说怎么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 前面这几个还是没有争议的 他写的最好的喜剧 一个是威尼斯商人 一个是仲夏夜之梦 好吧 在这里咱们就好好聊一聊 这个威尼斯商人 咱们先把威尼斯商人 给分开来说 先说说威尼斯 再说说商人 威尼斯 我们现在都知道 意大利威尼斯 水上城市 威尼斯特别特别的有名 在那个城市的 咱们平常叫大街小巷 它那里边就是 一条一条的河道 咱们别的城市会说 车水马龙 车如流水 马如龙 那它这不是如流水 它就是流水 在这上面的交通工具 就不是车 而是船 叫gondola 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 非常了解 对吧 那么威尼斯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它怎么就在水上 要建这个城市 说实话 能在地面上建 当然人家也不往水上跑 这说来话长了 这是一千多年前的时候 威尼斯市民被赶到这里来的 就是北方蛮族入侵了 当时还是罗马帝国时期 罗马帝国守蛮族入侵 西罗马就灭亡了 东罗马也是北边边境 也是非常的不安宁 伦巴底人 什么凶人 这些当时还是蛮族 就入侵 打到意大利北边 这些地方的时候 你皇帝已经不行了 不管了 管不了了 中央政府不灵了 你的地方得自救 自救的话 就要想办法去抵御外族入侵 怎么办 就跑到一堆蟹湖上面去 蟹湖上面沼泽地 什么就想办法拦住 这些蛮族的入侵 久而久之在这就形成了 一个城市 那个时候作为统一国家的 意大利并不存在 有的就是像威尼斯 像热纳亚这样的城邦 还有就是后来的那个什么教皇国 在罗马周边的地方 还有什么纳布勒斯王国之类的 这些你放唱吧 我登场 反正意大利地区 就是这么破碎 而威尼斯在其中 逐渐变得很强大 它的势力范围 可不只是在意大利 它向海洋发展 意大利这边的 有它的势力范围 像东的话 巴尔干半岛 达尔玛提亚这边 也有它的势力范围 向南 整个爱琴海 这些小岛 什么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算大的 这些岛 都是它的势力范围 再向东 塞布鲁斯岛 也曾经是 威尼斯的势力范围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奥塞罗 奥塞罗它是塞布鲁斯的总督 但是它的宗主国 就是威尼斯 这个故事就在这串起来了 然后威尼斯的势力 继续向中东渗透 比如说土耳其海峡 比如说有个名词叫黎凡特 也就是现在大概 巴勒斯坦叙利亚那块地方 都曾经有威尼斯人的势力 在它强盛的时候 可以说威尼斯人 垄断了整个东西方的贸易 所以欧洲人 为什么后来大航海 就是因为地中海 东边传统的 跟东方的贸易 一方面是被奥斯曼帝国 崛起之后 给中间给拦了一刀 再有一个 就是东西方的贸易 就被威尼斯这样的中间商 给赚了差价了 所以他们就要向西发展 向大洋发展 在这大航海之前 威尼斯的日子就非常好过 所以威尼斯是 明冻一时 称拔一方 这就是威尼斯在中世纪 在比如像威尼斯商人 这样的故事发生的时代 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 所以你看到威尼斯 这主世的人 这统治者并不是国王 并不是皇帝 而是公爵 这个就跟我们之前看 罗密尔和朱利叶里边 这个城里边 维罗纳城里边 关设的是亲王一样 这是欧洲那边的体制 所以这边法庭审判 也是要公爵在这主导 但是他们主导 又特别注重规则法律 这是为什么 这就要说到 威尼斯立国的基础 就是商人 这是经商的一个大帝国 其实就是一个城邦 但是非常强大 经商就得特别注重这种契约精神 这也是威尼斯商人这个故事 能够成立的这样一个基础 你要说大家都玩赖 都不讲这套 不讲契约精神的话 这个故事的最关键的 最核心的那场戏 就演不下去 因为就是为了说 Betch说 这个合同里边这条规定 说你欠债不还钱 怎么办 我割你一棒肉 要不要执行这事 要维护法律的尊严 才有这事 为什么要维护法律的尊严 就是威尼斯这个国家经商立国 威尼斯商人 商人对于威尼斯来说太重要了 这也是为什么安东尼奥 在威尼斯有那么高的威望 他就是一个经商的一个大商人 我们说行商做股 行商做股 这是标准的商人 威尼斯商人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马可波罗 他就是威尼斯人 他早先跟着他父亲 跟着他叔叔去经商 然后一直到了中国 那时候是中国的元朝 见了忽必烈大汗 还派他当官什么什么的 后来几番周折回国 回国之后参加战争 好了被抓起来了 在狱里面口述 写了马可波罗这本书 当然了 也有人说他根本就没去过中国 但不管怎么说 这里边就能够看出来说 威尼斯商人的足迹 真的是遍布天下 那么在这部剧里边 威尼斯商人指的就是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做的就是远洋贸易 我们可以在剧中细细的看 有很多细节能够说明他的远洋贸易 你可以看到他担的风险 他如果真挣了钱的时候 也是富商巨股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他在这个剧里边的对头 就是犹太人夏洛克 咱们前面已经说了 这个夏洛克是世界文学史上 非常著名的一个吝啬鬼的形象 贪财 为了钱 命都可以不要 或者反过来 如果他的钱受到了损失 那真的是要了他的命了 那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之间的冲突 构成了威尼斯商人这部戏里边 故事的主线 从这条主线来说的话 威尼斯商人这部戏的这个故事 本质上就是一次高利贷债务危机 对吧 安东尼奥欠了钱了 要还钱还不上 夏洛克坚持按照原先的协议 要割他的一棒肉 最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最后到最后法庭审判那个高潮 也是酣畅淋漓 因为最后那场戏 这个剧情是反转反转再反转 这是非常著名的一场戏 相信看过这场戏的人 都会印象深刻 但是这条线是主线不佳 可并不是威尼斯商人这部戏里边 唯一的故事线索 莎士比亚的戏 一般都至少有两条故事线 在同步进行 有的时候一条是明线 一条是暗线 有一条是主线 一条是次线 就这样 在这部戏里边 事实上有三条故事线 一条就是刚才说的 安东尼奥和夏洛克 这个对手戏 这叫做欠债还钱 还有一条线索 就是巴萨尼奥向 报西亚求婚 这条线索 我们姑且可以叫做 出题招亲 因为报西亚 就是出那几个三个谜题 对吧 让人求婚的人去选择 这里边其实探讨了 爱情这个主题 还有一条线索 是夏洛克的女儿 杰西卡和他的爱人 罗兰佐他们 卷款私奔 就这么一条线索 这三条线索 交织在一起 共同构成了我们 完整的威尼斯商人 这个故事 既然有三条故事线 我们读的时候 就不要把它当成 单纯的就一个故事来读 而且戏剧 是一门很复杂的艺术 尤其是莎士比亚 写的剧本 其中很多地方 都暗藏玄机 因为咱们这个是导读 在大家读之前 可能会听到我这个 我就先不把东西 说那么透 但是有几个问题 先跟大家提一下 比如说夏洛克 为什么那么恨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和大部分 威尼斯人 为什么那么讨厌夏洛克 夏洛克的主张 到底有没有道理 夏洛克的女儿私奔 你支持他吗 夏洛克最后 得到那样的一个结果 对他来说公平吗 他值得同情吗 宝西亚 他在那儿出题招亲 那三个匣子 到底代表了 怎样的爱情观 你支持哪一种呢 安东尼奥宁可自己背上债务 都要给巴萨尼奥借钱 而巴萨尼奥拿了这个钱之后 不是说他一个级 而是说他大稿排场 然后去求婚去了 你支持这样的友谊吗 到最后 这个友谊和爱情 到底哪个重要呢 这些问题 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都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 甚至我们还可以问出 我们自己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 其实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我们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理解 我们可以读出不一样的东西来 事实上也是如此 莎士比亚的作品 传世已经400多年了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 对这个作品的解读 都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这个戏里边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反友主义 别忘了夏洛克是一个犹太人 这件事情在400年前 和我们现在看他的时候 这个态度就会很不一样 这个也同样 我把这个问题放在这里 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好好去体会 然后我们到最后的时候 再跟大家好好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好了 大家真正阅读这个剧本 之前的导读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按照本书的体力 每一幕 我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幕里边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内容 到最后的时候 还会有一段总结性的探讨 好了 大家快去阅读吧 Enjoy reading 好了 以上就是我在最近出版的 沙士比亚戏剧音频讲解版当中 威尼斯尚人这部戏 前面的第一段导读的音频 随书的音频 除了这一段之外 还有每一幕都有一段音频讲解 还有最后有一段总结性的回顾 如果想听完整版本的话 欢迎大家到各个平台上去购买 沙士比亚戏剧音频讲解版 一个黑皮的封面上 特别卡通的一个设计 这一套一共是六本 包括沙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哈姆莱特 奥萨罗 李尔王 还有麦克白 再加上罗密欧与朱利叶 还有威尼斯商人 一套六本 都是沙士比亚的原著 朱生豪先生的经典一本 加上我的语音讲解 还有前面有一篇导读的文章 这是由月路书社出版的 如果大家想要签名版的话 就肯定不是作者签名版了 作者沙士比亚已经去世400年了 朱生豪先生去世也已经超过70年了 所以今天只有我的签名 讲解人的签名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有两个 一个是订阅号 叫做轩辕十四工作室 还有一个服务号 叫做演讲录 这里边不光有签名的入口 还有就是我其他的节目的入口 欢迎大家来收听 欢迎大家来跟我互动 给我留下宝贵的意见 好了 咱们这期研读到这里 下一期咱们继续讲 沙士比亚的下一部戏剧 是什么呢 大家十分以待 谢谢大家 赞 杨卢 赞 沙士比亚的一部戏剧